林鄭為何會突然間接受南方集團的訪問呢 雖然南方集團是一系列的訪問,陳肇始也有訪問過 是否林鄭有機會復出呢? 是否想outload,未來兩會全國政業副主席董建華 可能她說你看款都開不了會,都出不了你做事給甚麼建議你 等我做她的位置,不知她夜深就回來 又做個專訪,做個專訪,大佬有病看醫生 還有很多記者訪問她,又拍片,整個工作團隊十幾個人 特別去招呼她,終於原來所謂洗香港人三千多萬的 前特首林鄭辦公室,就可以收到這樣的訪問,二少大方 即是瘋了線了,她到現在,總之當日是全世界的錯 你錯她錯全世界錯,前特首梁振英那些錯,沒有做好那些 即是國民教育,那些法例二十三條未立法時沒有國安法 全部都有錯,你就沒有錯 全世界都支持你,她說到,即是她黏了線 你老公臨時波不刮你了,不理你了 連回家都不跟你說了,基本上當你透明了 對一個境界就是不用說話了,她是支持我了 你瘋了線了,即是等於兩夫妻冷戰 冷戰了很久,你說其實不是,她支持我了 哎呀,不要吹水了,大佬,你林鄭 接著,上面不讓你連任了 就說,上面很滿意我的做法 甚至很關心我,問我晚上睡不著覺 你多好會問人晚上睡不睡著覺,就算關心你 通常就是,你做了這麼多虧心事 你晚上睡不睡著,或者就是 你現在搞到蔡英文,這樣當選 搞到這麼大頭髮,你晚上還睡不睡著 就說,其實她關心我,哇,你真是瘋了 別人對她這麼多不滿,她很滿意我 我現在可以繼續做,譬如可以做這個 一國兩制的宣傳,跟台灣說 台灣,你做宣傳,你特別警告,你做宣傳 當日不是你,蔡英文本來輸眼 就變人二百六十幾萬票 你真是完全是改寫歷史的人物,你就關鍵了 喂,整個台海風波,現在繼續有佩洛西 就去見蔡英文 不是你林鄭月娥,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到現在,你不單止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還說,哎呀,我要做一國兩制示範,你笑死人嗎 還說,上面那些大學,那些精英大學可以找我 名校就找你,是不是 那些普通學校就不可以找你,還要選 說真的,你不要開玩笑 有鬼大學找你嗎?現在 那些人當你溫神,看到你來 可能這個是浙江撒,林鄭過來又假裝看不到女兒 那些大學,你千萬不要找她,大佬 你走衰運,這個真是去到哪,衰到哪 連她老公都不理她,兒子又不知去了哪 那些人不刮她,那些人是 你千萬不要找她做演講 都沒有人說要找她做演講 就自己在那裡發夢幻想 那些大學可以找我做演講 那我就會說,一國兩制怎樣好,做好示範 做甚麼呢?你沒有東西要找她 她現在,去上面旅行? 跨區去街市當旅行 上面都未必歡迎你上去,林鄭 雖然前輩說,我去了南京又說怎樣怎樣 這傢伙是瘋了,她是 我以為青山Open Day 走了出來真的,你想想 總之,明明好像上面對你不滿 說到上面就很滿意你 老公不理你都變成支持你 那還說,我的小朋友都受到一些壓力 受到一些人身攻擊 我心想,你老婆生豬嗎? 突然間你有小朋友,有幾歲的兒子? 我原來在說,林若希 你又不是,林若希牛高馬大,二十幾三十歲人 怎樣小朋友發?林鄭,你是不是瘋了? 我真的以為你突然間,林鄭波和你東倫 生了個小朋友出來?不會啊,是不是啊? 都沒有聽過這些消息的 說小朋友,原來是你兒子啊?林若希啊?大佬 是不是瘋了?林鄭 簡直到訪問,傻人發現,我真的懷疑她沒有白卡的 不過大家可能會關心,究竟林鄭會有這樣的訪問 是不是?有機會解凍 接下來也有一些政治任務會給她做呢? 不過看款式,像她自己outload就多些 總之,我還有這些潤途了 你給我做吧,我真是好打得的 還說,當日逃犯的條例 為什麼四都要做這個,推出來修例 因為我要講信用,講信用 當日是誰,在參選的時候就說 只要主流民意不滿意我,我就會辭職下台 那你有沒有辭職下台? 主流民意是怎樣,很清楚 每一次民調,你都負分 哇,可以負成幾十%的 最厲害的那次,是絕大部分都反對你 超過一半給你零分的,你還好意思? 講信用,你答應過 標準公時在你任期五年之內就立法 有沒有立到?完全是不見影 真寶海鮮坊你承諾過,會繼續人運下去 那現在怎樣?講信用 完全一個,甚至你講信用 全民檢測都五時花六時變 不會做全民檢測,又說會做 都以為會做的時候又要殺停 講什麼信用就是你 那你口致有信用嗎?有多少你沒有兌現呢? 然後這些就說我講信用 所以當日我就死都不肯撤回 又這樣,他又那樣 那時候,我兒子被人人身攻擊 你兒子在美國怎麼被人人身攻擊? 很多香港市民就真的被人攻擊了 很多家破人亡,很多分裂了 黃藍到現在社會撕裂 都不能回去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光景 社會嚴重撕裂,什麼都講顏色 別人的兒子不是兒子 你兒子就好像很慘 別人的兒子他又怎樣? 一點同情心都沒有 而全部戴頭髮 是你最大的罪魁禍首 完全都是不知悔改 繼續大方決辭 香港人欠了你嗎? 真是 我不知道他今次是否有夜深部署 還是怎樣? 我只是想做個普通人 普通人就旁邊不用買菜 都會有幾個知識特工 是不是?他林鄭,普通人 即是不要再發夢了 總之他都是不要說太多 嘔血了,他見到他 真是頂你不信,真是傻的這傢伙 有病看醫生,真是夠了吃藥 即是有病看醫生,夠了吃藥了 很夭壞 很可憐 在問中 不能投降 一往下 不要說太多了 你會委呈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